继续来看石安的消息 农委会今天公布了第四季市售米抽验的结果 有31件不合格 其中7件开阀 包括了中西米的CAS无锡米 还有大润发的米 还有厚龙 台中等好几个农会出产的米 中西米再次被抓包 已经是第四次重大违规了 达到撤除证兆的标准 不过农粮署表示 中西米已经提出宿苑 将等到宿苑结果出炉 才能够知道是否撤兆 农委会表示 中西米的违规和之前全顺米不同 全顺是全部都用外来米 没有一粒台湾米 中西米则是被验出 碎米和损害米粒过多